1978年12月16号 当时美国总统卡特宣布 从隔年1月1号起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美国中国也同时宣布 即将开始建交 美国则与台湾断交 终于通车了 1991年12月16号 时任台湾省主席连战 主持南回铁路通车典礼 从此台湾的环岛铁路系统 终于完成 南回铁路的工程难度 比起北回铁路更艰巨 2014年12月16号 巴基斯坦白沙瓦的一所学校 遭到恐怖攻击 造成145名学童和教职员不幸身亡 还有至少114个人受伤 发动攻击的7名恐怖分子 隶属于巴基斯坦的塔利班组织 他们持疆闯进校园 滥杀无辜 残酷的行为 让各国予以检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